哈哈哈哈 我現在有型,我現在在國際亞當中文是 然後我現在是Cyro進入 所以我基本上每天在一起做什麼 我們先講一下Python Python 大家知道它這邊也有一個Language 它有Govish Connection 然後它的做法基本上就是 就是你的Code進去 它會有內線Python還有Python 然後它自己的Language 會去執行這些Python Python其實有很多的不同的版本 我們最常講的那個Python 大家講到Python之後 講到的是Cyro 那還有很多其他語言 比如說可以跑在GMP上面 有LanguageNet 有Ruby 然後還有Python 用Python自己剪定 那還有一些是學術性質的 就是比較教學性的 它在簡化過 比如說 像我這次參考很多次叫做Byron 它也是用Python小 但是它就是比較養成的 沒有那麼完整 但是讓你比較容易 它基本上是用Python照燒 也是比Python有些夠 然後把它簡化過 所以比較容易 因為我本來說它到底平衡 那還有兩個用 用JavaStream做的 這樣 那 你會不會說 為什麼我們要用Rubython再寫一遍 那個Python 當然 我能夠講到的是說 Oh, maybe we say 那我打個問號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真的很say 因為我有去請教過一些其他人 他們提到一個重點就是說 因為其實Cython做很多很多Level Hack 你要讓它過快 你知道嗎 那你如果要用Python 打掉這樣的效果 你會不會說save 所以到時候 有沒有真的save 其實很確定 那 但主要的是我私心想要學Python 然後我自己想要學一些Rust 因為說真的 你現在做 現在Rust最大的關係 就是Rust 還有Server 然後當然因為server 現在已經有部分進到5 parts 所以如果你選到Rust 但是這些東西 基本上是 人家已經 前面的大事 都已經把架構拿好 所以你 很多東西你就只是 要填一些凍子 所以感覺 有一些 有一些Rust的設計 的概念 你可能知道說 為什麼它要這個設計 因為你自己沒有採過那個坑 就不知道為什麼它要設計這個東西 所以我在寫這個人的過程中 大概 所以 稍微多種一點點 BorrowTrack 然後 一些 比如說RC ARC 這些 當然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會很好 那 因為 我們不是要 三天之內 把它寫到 完成 跟C Python 所以 我們再有一些策略 看什麼東西 輕重反擊要調整一下 所以 我自己 給自己的一些 期待就是說 OK 我現在要 Follow是C Python 3.6 Expect 那 我會先開始做VM 就是Round Time的部分 那就是Python比較特別的部分 那它的Compiler 就是 你用一般的Compiler寫法 就寫出來 所以我先寫Round Time 再寫Compiler 所以 我的Fivecode部分 我根本是用Python自己 伸出Fivecode 然後我只是寫Ground Time 就吃了Fivecode 那 重點是 學習 它裡面的 一樣的 就是 真的把它做到 這樣去做 那 就是 我自己隨機設計的一些Milestorm 其實也 這個也沒有一個先後數據 那 第一個就是先做一些基本的 數學運作 那這個 很容易就做完 然後 可以支援變數 這個 這個 因為 別人其實那個 那個Fivecode都幫你處理 就知道把它 Fivecode 使用 然後接下來就是 Control 之後就稍微 好便宜一點 因為你比較可以Junk 就 就不是 人家在操作的Stack 就要可以 在那邊跳來做 那 接下來做FunctionCode FunctionCode 又再更好便宜一點 因為你接下來 你就要好很多Stack 然後你的Stack 那 那 那 我一開始以為 During Function 因為Python During Function 很多 其實During Function 很多東西都要 碰到Python 碰到 就是 像比如說你要Print 你知道嗎 你就 你純寫Python 就做不到 所以你就把它 它就要能夠包一個Native的Function 所謂Native 對CPython來說 就是那個C的Function 然後 在那個Ross的光彩裡面 它在操作的時候 它能夠去Code到Native的Function 那 對我們來說 就是一個Ross的Function 所以 這個花了我一點時間 把NativeFunctionCode 都進去 然後 我現在正在做的是 我把Python Tutorial 的ExampleCode 一個一個拿來 然後 看得很好想 就是這樣子 那 後面還沒做 我現在Exception還沒做 剛剛During Function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想 所以 就把Python 看得很容易 然後 想到最後 可以跑一些 採算資理的 那 我們簡單講 但因為 這個現在 人實現很短 所以我們簡單講 Python大概是 如果你知道 就 請不要做討論 那 Python它的 VM是一個 Stack Machine 所以它是在一個 Stack上的 那 它 它有 PullStack 在每個 PullStack上面就是一個 Fram 那這個Fram沒有什麼 它就是有一個 Names的List 它已經知道所有的 Global變數 Fail Wing Function的變數 你以破進來的東西 的名字 那 還有一個 Const的List 就是 它這個Scope裡面 引示的一些 場數 那 當然它最主要就是 它有Stack 你所有東西都在上面操作 比如說你要1加1 你就是Push 1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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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sh 1 加 然後把那兩個 那邊Pup出來 沒有 加2 加2 把那兩個Pup出來 然後變成2 然後Push 1 然後Stack上變成2 它是 在一個Stack上操作 它吃的是 Python 其實這個 Python 如果這個東西也不是一個Standard 你如果去看它的文件的話 它會跟你說 這個東西是CPython自己內部的Information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Standard 它是要改動人 CPython小改動人 所以請大家不要依賴它的那個 不要太相信它不會動 所以你如果去看2.7跟3.69 所以我後來最後就選了3.6 一方面也是因為3.6那邊有一些生存bycord的代表比較多 所以如果你跑python裡面有一個module叫dis 就是disassembler 然後給它一個python的srcord 它就會吐出一個bycord 那我們現在如果print1的話 如果我們今天print1加1 這麼簡單的code 你去跑那個python的disassembler 它就會吐出下面一大串的bycord 這個code其實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個指定 然後後面可以帶參數 那參數是up2 看每個不同的指定 有些會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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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實 你看它這邊有一個數字 這是它的offset 它這個指定是一個by 後面那個可以到2.5 所以它這個offset 第一行的時候 就是offset 然後這個沒有帶參數 這個disassembler的好處就是 它會讓你印出來一個 你看的好東西 要不然你 像如果你今天跑python 它不會跑那個pyc file 那裡面其實是binary format 我們等一下再講這個bycord 那我們把剛剛那個v加1 快速的走過一個 就是 這邊有個step 然後 第一個指定是logname 然後print 那logname它就會去names這個list裡面找 誒我到底是照這個 這個print 因為這個print 是從standard library裡面來的 他現在把standard library裡面print的那個native function push到那個step上去 然後 下一步呢 它就 它在logger count 2 為什麼是2呢 因為你的compiler已經把你optimize掉了 真的1加1直接就變成2 然後 它就push2到那個step上去 然後接下來它就開始cofunction cofunction cofunction 它會先把stack第一個東西pop掉 那是一個參數 所以那2變成還要用 然後它就看那個stack top 最上面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print 所以它 它就把那個當cofunction 所以它有了function 變成有的參數 它就去cold 你的console就會引出 那這個 因為我們程式都到什麼位置 所以它cold一個pop top 把那個stack清掉 然後呢 你一個 你如果寫一個pizer function沒有東西 它就入圈當 所以後面還要 這個man function它還要去 它還會漏個一個down進來 然後把它入圈 你特別去把它弄 這個bicode就這樣子 這個bicode就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我現在有一些小細節 我剛剛做introventer的細節 這怎麼 怎麼用Ross的一些pature 來做出這個東西 第二個就是bicode bicode 因為我曾經 因為我曾經 一度想過要去讀那個picode 然後後來發現 因為它 它自己就說 它不是生的 所以它每版都會變 然後大家就 網路上一次 這樣子弄 千萬不要去pass 這樣 每版都會變 然後它裡面還有自己 那些脫微的東西 這樣 就很好玩 那 因為我的diss 我有diss這個pature 我可以print出來 可是它是給人看的 所以它 它有些欄位是空的 然後它中間是要tab輪開 然後有些東西沒有參數 它會有效果 所以 然後它會為了要看 所以它會把一些 好多資訊塞在同一檔 都是同一檔 所以非常難pass 那 與其花一個時間去寫那個pature 而且它又不是standard 所以它 它下一版的pature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 我要用這個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 Python3裡面有一個 別人寫的 module 叫做flycode 它比較好 它可以把這個flycode 弄成一個 類似Json4 所以 所以我就用那個flycode module 把那個 我要的flycode Python裡面有一個 方便叫kompi 它kompi 它會變成一個 叫做co-module 那這個co-object 其實就是那個flycode 然後 這個flycode 這個flycode 就是它幫你把它轉成一些 類似的 比如說 它把一些flycode名字 串出來 然後參數 變成 非常實際的 我就把它 當成Json 然後 Rust這邊 叫做sirley Json 它可以裹Json 然後 我就 我就 變成 我的flycode 輸出一個Json 然後 讓那個 Flycode 然後 那個 Python的type 它基本上 所謂都從 Pyage 這個東西 所以 終究 終究 我們還是要寫一個像這樣 Python的結構 所有的type都是 所有的type都是 Pyage 金特酒 我就把直播了 這樣子 我就可以 很輕鬆的處理 雖然 我後來就發現 的確還是有些type 非常的無法 不好 但是 這個東西至少讓我 現在寫起來很快 然後我要處理 我要去判斷它的type 之後就沒有感覺 然後 有些事情我非常在意 就是我希望它越快 我越快可以寫 寫Test越好 就 因為 寫這種 Entergrit的東西 你很容易 改到一下 就把前面的東西寫到 就是一堆屢 所以 我希望讓我的 這些 所有的test case 都可以 自動測試 它自動測試 其實有兩種 一種就是 你只是跑一下 然後你不看清楚 這種 就叫做 Sport Test 它的效益 其實不太好 因為你最重要的是 你要檢查說 到底最後輸出的單 因為Sport Test 只能告訴你說 它跑下去會不會 但是你要 最後要確定說 OK 我最後跑出來它很對 所以我必須要有射 我要持續 Python的射 比如說 我call一個1加1 我必須要射它2 所以 射的時候其實會 Race Assertion Error 那 其實整個 Exception的機制 我還沒有做 我還在 看自己Python 所以我現在是用Panic 直接跑到 要Race了Sertion Error 所以我就Panic 然後就是剛剛說 Native Function Native Function其實很有趣 因為 我們用Python 你這樣當作 處理它的Time 然後它裡面 也有一個Time 就是做Native 那這個Native Function 裡面的形態 就是 我就是用一個 Function的形態 你看它是一個 Function 然後它吃進來彈出 然後一鍵 Returns 所以我就可以把 一個Race的Function 當作 引到裡面的一個 詞去 送出去 所以用Function 我就可以 持做 Function裡面的 Ontity 那 好 所以以上是我一些 跟Race的 啟發的一些想法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就是 第一個我還沒做 Exception 然後我想要找一個 很小 很簡單 Dependency 但是又是 有實用性的 拖子來做 但是我現在還沒有 的確還沒有找到什麼 大家如果有什麼建議 然後 然後下一步就是 我現在 光看 想要做到一個程度 我就要回去寫 那 剛必須不能寫 完全沒有想 所以 也是歡迎大家 然後 最後 就是要做一些 普通的 我的確找了一些 普通的 Function 因為就是缺幾個 Function 不知道這樣 所以沒有辦法告訴大家 說 速度 到底 好 所以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 可以到DHUB去 去看 那投影片 也在這個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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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等一下我們會有一個 那個Ross Handtruck 的Workshop 那 現在先讓大家休息一下 先休息十分鐘好 大概 十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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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